賢尼歸這三年來一直有在國內參加零四的比賽 他這三年來馬力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如果馬力越來越大 為什麼他自己沒有辦法打破自己的8.93秒的成績 為什麼很簡單 他是沒有辦法突破自己造假的成績 賢尼歸如果你又重新再做一次這個紀錄出來 0.14秒 你只要有辦法再重新做一次 如果你說公開的時候把車壓鎖在車上 你就再做一次0.14秒出來 我廖爾大退網 我廖爾大捐款 一千萬人民幣給侯池智慧 喂 捷尼歸你切得夠清楚了吧 你真的很可憐 你已經人設風烈 你竟然造假來跟大家玩 大家出來玩車 以車未有 公公開開 公公平平 你搞一個檢舉別人的帳號 搞一個造假的成績 你好一直出來當網紅嗎 你好意思嗎 大家好 我是廖爾大 今天為你們宣布一個 車界的重大指入 然後是一個車界的重大秘密 我現在跟你們說 傑尼歸的車牙紀錄是造假的 傑尼歸的車牙紀錄是造假的 然後我給你們幾個數據讓你們分析 這裡是0到100公里的所有正績 到達傑尼歸的第八個 傑尼歸排第八個 所以它的成績是2.26元 很清楚可以看到這張排列裡面是從 1234開始排列 我現在來看看它最快的秒數 2.02公里 0到10公里的時候 它使用的時間就是0.2公里 0.2公里的時間 跑出了最快的速度 我們看一下傑尼歸排名 第八名 它的0到100的成績是2.26公里 這八檔裡面最慢的 它竟然0到10是0.14公里 這是一個不可能的數字 0到10如果越快的 它的秒數才越快 全部的人 比它秒數快的前面的7秒 秒數0到10都是0.27秒 最快的做到0.23秒 竟然有人可以在0.14公里 我可以很確定這個秒數 它的0到10是造假的 第二個 這個成績表可以看得出來很明顯 它的0.20秒的時候 它總共用了1.4公里 這個車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車子在起跑的瞬間 撞騎出去的時候 最大的趨勢在更殘勝 所以0到10的時候是1.4公里 很清楚可以看到 它花掉了0.20秒 好我們現在看傑尼歸 1.07公里 它比別的趨勢都還小 別人都還1.15公里 1.12公里 1.04公里 它的是1.07公里 它起跑的鞠子只有1.07 它竟然就創下0.14公里 很清楚看得出來 這是個不對的 鞠子那麼小 秒數還那麼快 這一定是有什麼問題 我可以把我自白跟你說 全體貴是造假的 因為04的比賽 或01的比賽 我們很清楚知道它起跑的時候就是個0 從0開始 甚至從0開始禁止起步的那一刻 往前衝的那一刻 一定會產生一個鞠子 這很正常 而且就是起跑的時候 鞠子是最大的 從0這一開始 鞠子往前跑 所以我們看到鞠子表裡面可以看到出來 這前面人的鞠子表 從0開始的時候是往上提 鞠子表是往上提 鞠子表往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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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得去 鞠子是往下降再往上提 不可能起跑的時候 鞠子是往下降的 我思過 為什麼會有故鞠這個現象 也就是說 這個車牙的機器 當開始晃動的時候 移動的時候 GPS感應到你移動 它就開始氣喵 那車子如果往前走的時候 要放上去的那一個人 如果稍微有往車後一點點 大概幾公分丟過去 有一點往後移動的性感 因為當人開始動那顆車牙的時候 車牙就開始感應了 因為它往左後方稍微有移一點點 所以被感知到 它的是負居子 很清楚 如果從所在車上的車牙記錄器 不會有負居子的問題 起跑的時候 一定是正區 所以這顆記錄器在手上 丟出去的那一顆 有點往後移 所以車牙記錄到了 也是個負居子 傑尼歸的車子 在三年前創下這個 8.93秒的成績 傑尼歸這三年來 一直有在國內 參加臨時的比賽 一直有在公開參加臨時的比賽 它這三年來 馬力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我們提出一個非常確定的質疑 如果馬力越來越大 為什麼它自己沒有辦法打破自己的 8.93秒的成績 為什麼 從930匹的林大媽做的影集 到今天它號稱1800匹 馬力大了一倍 竟然秒數沒有辦法突破 為什麼 很簡單 它是沒有辦法突破自己造假的成績 它的8.93秒是造假的 但是我想說 我也認這個8.93秒 如果我廖老大 破不了它的8.93秒的秒數 我退往 捐款 100萬的林幣 你不要跟我說了 什麼兩個一起比賽了 你的大會根本沒有辦法邀請我 根本沒有辦法申辦海關監管 我問過中氣聯 你現在告訴我中氣聯 我聯絡什麼人 大會可以申請海關捐款 我過去跟你跑一場 不行我已經說了 我可以讓你過來 你又不敢來 你現在看一個條件說 一定要兩個人一起跑 才才你才願意捐款 我現在這樣說好了 我刷掉你的車牙 你最好捐款100萬 4月15號以前 我沒有辦法刷掉你的車牙 8.93秒 我退往 我捐款100萬的林幣 結尼歸 如果你又重新再做一次這個紀錄出來 0.14秒 你只要有辦法再重新做一次 我不是叫你打破別人的紀錄 我只是叫你做一次你自己的紀錄出來 如果你是說公開的時候 把車牙鎖在車上 你再做一次0.14秒出來 我廖亞大退往 我廖亞大捐款 1000萬人民幣給紅石智慧 結尼歸你聽得夠清楚了吧 我現在告訴你 你不只是玩車沒有車品 你做人沒有人品 你所有的這個人啊 你真的很可憐 你已經人色奉獵 你竟然造假來跟大家玩 大家出來玩車 以車會友 公公開開公公平平 你搞一個檢舉別人的帳號 搞一個造假的成績 你好意思出來當網紅嗎 你好意思吧